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有食物一对吧 那么这食物一是怎么来的 我之前也有做过视频 也有讲过几次 但是最近又有很多新来的小伙伴 问我这食物一是怎么来的 至于我这个来源的真实性 所以说我今天就再讲一遍 那么我这食物一是从官方商店正规渠道获得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是Xbox平台 Xbox平台它是没有外挂的 它和PC不一样 非常纯净的一个线上的环境 好 首先给你们看一下Xbox的官方商店 这里有个巨压杀现金卡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原价是773.5港币 打折的话是696港币 同时Windows10的商店 也可以看到赶服台服的Xbox 万版的GTA5还有巨压杀现金卡的价格 而且手机也有Xbox的APP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访问微软商店 直接购买游戏及相关的附加内容 然而在去年也就是2019年4月29号 发生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GTA5在线模式 好好版和巨压杀现金卡 同款包里面的GTA3现金卡居然是免费的 显示免费取得 据说又是临时工所为 不小心把价格改为免费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截图 并且录制了视频 我就是这么从官方商店下单了很多份 买了18亿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 昂柔欣意识到这件很严重的问题 他就紧急的把价格改回来了 并且在上线的时候 发了一份致欠声明 致欠这个错误 最终没收了我一两万而已 对的没错 只没收了一两万 那天知道福利的人并不是很多 曾经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他也有那么多钱 但是有了那么多钱之后 他就觉得整个游戏很无聊 就是去了游戏的乐趣 不过我倒是不会这么觉得 我是从2013年GTA5首发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了 那时候还是用右边的这台老机器 Xbox 360老机器 还是挺怀念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会自己刻入游戏关谍 然后也自己刷了自制系统 后来还装了一个更漂亮的Aurora的自制系统 后来还升级到了Xbox One 又升级到了Xbox One S 然后在2015年末的时候 我倒是玩过一段时间的PC的GTA5线上 不过后来被其他视频就还给搁置了 直到2019年末 我才回归GTA5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最近 无论是B站还是YouTube都勤奋的 跟了很多期视频 跟了很多攻略实况 丰富自己的频道 再加上Xbox的GTA5免费了 所以说我有很多小伙伴都开始入坑GTA5了 免费下载来玩 然后我就和他们一起组斗 一起愉快的联机 这个游戏还有很多挑战 还有很多成就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都是值得大家一起去联机 一起去研究的 一开始我是用左边的男性角色 后来买了18亿了 之后我就新建了右边小姐姐的角色 就一直培养右边的这个角色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多多支持UP主的频道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